大賣場中停車格明明標示是電動車位 後面也有充電樁 一輛燃油賓士 還是大啦啦的停了進去 車主下車走顧右盼 看起來很明確知道自己停了電動車格 卻還把車停下瀟灑離去 化妝行為全被一旁特斯拉的哨兵模式錄了下來 接著第二段畫面 疑似也是開著電動車的一家人 眼見只有兩格的電動車位被油車站走 竟然全家大小出動 拿著三角錐幫賓士車布置一下 不止如此 長髮女子還轉身回來 在賓士車頂上放了一杯飲料 最後還拍照存證 照片中賓士車的前方 引擎蓋甚至車頂都被擺滿了三角錐 慘變多角獸 一隻不夠 一次來了八隻 上面寫著此為電動車充電車位 就只要強烈提醒油車車主 別再占用電動車位了 賓士車主回來 看到整輛車被惡整 卻毫無回憶 一開始還把垃圾放到一旁的特斯拉車頂 之後似乎良心發現 把垃圾丟在地上 但接著又和友人 把全部三角錐 放到一旁的特斯拉車前 拍拍屁股走人 網友看到都說垃圾車主 拉低賓士水準 厚顏無恥才能遮陽無視 但律師提醒 若三角錐導致車體損傷 可能會挨罰 車主能夠證明確實有刮刀刮刀刀的話 你可能會失上刑法的灰損官司 其實站位事件不是第一次發生 之前也有賓士占用電動車格 還整套演好演滿 把充電頭插進加油孔 偽裝成電動車 讓網友笑翻說真的服了 給他停吧 但出遊在外 車位難尋 車主還是要有點良知 不要霸道搶用 已經不多的電動車位